欢迎来到庶民大头家 行政院推出超过2300亿的补贴政策 成见人说是因为台湾经济成长的成果 赖金德也喊出台湾在疫情期间 经济成长率叫做世界No.1 结果却被事实查核中心给打脸 原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资料库 还有主计总处的统计 世界各国的经济成长率排名 2020台湾经济其实是 3.39%的成长率排第11名 而当年台湾相对各国的疫情 其实并不严重 但到了2021年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的排名 落到74名 而2022年的经济成长率2.4% 在世界排名叫做第166名 当年不止大陆成绩比台湾来得更好 而且连爱尔兰的成长率 都比台湾来得高 所以民进党不是最在意假消息吗 那赖清德这样难道是公然散布假消息吗 这难道是一种戒选行为吗 碧如人怎么看 看起来这个民进党一直在讲说假消息 看起来就是民进党政府 最喜欢散布这种假消息 我刚看了一下那张表里头 元旦要开始实施了 如果连那个考驾照都要补贴的话 我突然间想到我的小孩子 要大学只考了 是不是这种报名费也不要 不要收比较好 然后那个高中考高中的那个学策 是不是不要收钱 对 对 然后大学的指考是不是也不要收 就是说考照这件事情 就不要收嘛 这是政府的德政嘛 我鼓励18岁去考驾照嘛 我国中要考这个学策嘛 我大学18岁要考指考嘛 这个都不要报名费嘛 这不是政府应该要出吗 那 但是 整国防御算是一点点 但是你看他现在为什么不要 因为这些人还没有投票权啦 对不对 国家考试 你看他就专跳这种有考试 然后民进党真的是 就叫喂养人民 那胃口会越放越大 选钱当然就是要大放送嘛 就是什么都要补贴 什么都要补贴 开始喂养人民 可是他喂养了之后 他也是拿老百姓的纳税钱 去喂养人民 那你就觉得老百姓就应该投票给他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20182022的921选举 那为什么全国县市首长 那么都是国民党 有时候我觉得老百姓 其实是慢慢慢慢 他会很清楚 这个政府是到底是在喂养我们 还是他真的是想要 有一个胡果利民的一个政策出来 你看1月1号全部 2310全部都是补贴政策 有些盖补 那就应该要把他 排出力把他排出来嘛 优先补的 那有些事实上就是说 你也不应该补他 或者是你也应该要比照补他的 那我就看不出他的逻辑 但是看起来就是 那些逻辑就是 这些都有选票的 我就开始来补 对那些国众生 高众生没有选票的 他就开始不补了 这是我刚刚看到的 那但是 其实是这样子 选举到了就大放送 其实我们还是要好好来检讨 去年超增 那每个人发了6000块钱嘛 那今年事实上是超增3700亿 那所以今年很多债益商就喊出来说 那是不是要 大家每个人花1万块回来 那结果我们的财政部就出来打点说 不行喔 这些超增我们都要先来还债 那你蔡英文又说我的债务很好 那就是他的前后都是矛盾的 就是刚刚那个 盛丰前辈讲的 就是说你的特别预算 到底算不算在你的财务里面 那做账 不要有两本账簿嘛 一个是给老百姓看了 一个是他们内部看 你看前瞻计划8800亿 然后呢 特别预算8400亿 还有国防预算 2400亿又加上2000亿 加一加都已经超过兆元 来计算 我们整个的债务已经非常的高了 那但是他 这些财务他都不会拿出来讲 再来我们 我还是很想要讨论一下 为什么会超增这件事情 超增不就是我们的财政部跟主技处 奇怪你们的专业在哪里 你如果说有一年超增 那就算了 我预算抓不准 你看他执政7年多 他年年超增 好像只有一年没有超增之外 他年年超增 那我觉得就是 我们的财政部长是不是应该换了 我们主技处长是不是应该换了 虽然我跟他是好朋友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财政部跟主技处 不可以这样子 要好好的财政纪律 要好好的在 体现在每年的一些财政报告上面 那才会能够让老百姓说 我们到底我们的经济 因为经济 地方经济真的很差 我在地方选取 地方一些中小企业老板都告诉我 他今年都拿不到一张订单 地方经济这么差 然后你告诉我们超增 这是换成什么事 值得大家深思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